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每日祈祷 让你今天经历与神相遇的美好 主啊 你在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的环境下 把我最小的孩子娶去 当我把孩子安放在坟墓里 回到家中之后 我觉得 我应该对弟兄姊妹们 宣讲有关试炼的意义 我就选择这个题目 来做主日的信息 但是 在我预备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我所要讲的 我自己也不能相信 我跪下来 求你给我够用的恩典 我这样恳求之后 张开眼睛 看见一架彩色的经文 这架经文 是前几天 我陪着孩子出去的时候 我的母亲送到家中的 仆人告诉我这件事 我自己没有去看 只是吩咐仆人 把它挂在墙上 我一直未曾去注意 上面的字句 这时候 我扬起脸来 擦干了眼泪 架上的字句 吸引了我的注意 那上面写着 我的恩典 是够你用的 是这个字 是鲜绿色的 我的和你 是另外一种颜色 这个信息 立刻进入我心内 这个信息责备我 不该求你 给我够用的恩典 因为你 已经很清楚告诉我 你的恩典 够我用 我为什么还要求呢 我只需要起来相信 就会发现 这句话多么真实 你 已经用最简单的字句 告诉我 你的恩典 是够我用 而不是将要 或者也许够我用 主啊 从那时候开始 我的 是 你 都深深地 刻上我的心板 谢谢你 从那天起 直到现在 我天天活在 这个信息的 实现之中 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 阿们